LIVIA 他会把美国的成校的特点 历史以及呢 怎么申请呢 给大家做一个详尽专业的分享 LIVIA本身呢 是我们的佛福老师 同时他本人呢也是成校的毕业生 高材生 也是国内名校的毕业生 达到大学的 也在中央电视台做过 希望我们能从下面的一个小时到中啊 跟LIVIA老师呢 学到一些学习的方法 申请的方法 还有世界成功的办法啊 好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打一来表示 欢迎 请LIVIA开讲 好 谢谢大家 每到这个周日的下午 我们都能在这边云上进行一场分享 不知道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我前面两场的分享 前面两场两周的内容呢 主要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包括就是滕校是什么呀 大家有什么好学校可以选呀 那为什么要去美国读学校啊 一般都有什么要求啊 那今天呢 包括下周啊 我的主题呢 是会比较细致一些的 就是集中在像滕校适合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前提 当然我也会给大家稍微做一些介绍 比如说第一部分呢 我们今天主要讲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这个萌校到底是不是适合你 这个你指的是你的孩子啊 因为现在我觉得家长应该是主要是家长在听 所以你们可能需要到时候跟孩子也聊一下 那第二个呢 如果要是觉得适合的话 那么申请滕校到底有多难 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部分 就是他的申请难度的一个解析啊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在申请中一般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 特别是关系到像我们大部分来听的家长应该都是这个Asian 就是我们是亚裔的吧 亚裔申请人在本身在申请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我们在这边的话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也感谢刚才这个老师对我的介绍啊 其实把我的那个基本情况也都讲过了 那我呢 在过来加拿大之前呢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 在去美国之前呢 我是在中国复旦本科毕业之后 我读了两个专业 然后就去中央电视台做出境记者 那么做出境记者以后呢 就是在水里方啊 当时报道这个游泳比赛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评论席 那在这个做记者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收到了康奈尔 康奈尔大学 当时他的一个录取通知 除了康奈尔也有其他学校啊 康奈尔大学给了我比较好的奖学金 所以我就决定了去康奈尔大学 那么这是我们在康奈尔大学 就是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拍的 这是我毕业的时候 那我在康奈尔大学 读书的时候呢 也是读了两个硕士的这个学位 虽然我当时申请的时候是一个 是商学院的硕士啊 就是MBA工商管理学硕士 但是因为在读书的时候觉得好像这样这个对于时间的利用率比较高 所以呢 我是在有花 我是花了这个两年半年的时间 拿下了两个硕士学位 那修够了两个硕士学位所要求学分数的1.5倍学分 那么在这个康奈尔毕业之后呢 我进入了强生美国工作 强生美国当时招聘的项目呢 在所有全美国毕业的MBA毕业生里面 一共招了六个人 那我很幸运成为其中唯一一个这个外国人啊 就不是美国人 是外国人 英语不是母语的一个这个应聘者 那在这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因为川普上台 所以呢 这个签证方面呢 有些收减 那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又申请了加拿大的枫叶卡 那么比较幸运 在19天的时间里呢 加拿大就给了我PR 那我就登陆到加拿大了 然后我们就遇到了 好 那因为我自己的这些经验呢 特别是我在美国生活和这个工作期间 其实也帮过一些朋友 包括他们的孩子 做一些申请方面的一些指导 所以我对教育方面呢 是有加上我的亲身经历 是比较有这个发言权的 那也是因为这个呢 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在加拿大这边 能帮到很多加拿大这边的孩子 帮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啊 因为我自己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是非常认同的 我感觉去美国读过书 确实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那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啊 我们说了一些我的背景知识 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问啊 也可以等到我最后结束的时候 然后再问 因为我在这个跟大家讲的时候 有可能不一定能看到你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长春腾萌校是不是适合你啊 大家经常会听长春腾长春腾 这个鸭体照片就是我的母校康奈尔 这个就是他这个康奈尔非常著名的一个 叫Cayoga Lake 就是Cayoga湖啊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这上面会上很多的体育课 那整个的校园都在这边很漂亮 那么什么叫长春腾萌校呢 首先最简单的一点啊 就是长春腾萌校是巴索 这个比较著名的美国高校联盟 这个巴索学校里面呢 有七所啊 它的这个历史其实比美国建国还要早 那么为什么呢 是因为清教徒当时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其实非常注重就是要进行基础的教育普及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要有那种 可以传播我们自己正确的思维方式 我们正确的价值观的这样一个机构啊 就是学校 才能保证我们所坚信的这些这个道德准则 能一代代的传下去 所以他们对教育的投资非常大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刚来啊 他们刚刚来到刚来到美国之后 马上就会集中注意力 集中精力啊 建起了这么多所不同的学校 那为什么长春藤说是在这个东北部地区呢 那是因为这个清教徒登陆的时候 最早是在东北部啊 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马省 就是马省 马萨朱塞州 对吧 所以呢 大部分的这些长春藤盟校 全集中在东北 东北部地区 美国的东北部地区 主要就是在纽约州 宾夕法尼亚州 马萨朱塞州 呃 康尼亚 康特尼亚州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就看而属于比较晚的学校 那为什么这所学校会比他们都晚呢 哎 哎 不好意思 有一位有一位是不是没有关那个声音啊 麻烦您关一下 把声音mute一下 哎 哎 哪位朋友可能没有关声音 麻烦mute一下 好 谢谢 好 好 哎 不好意思 哪位能把声音mute一下吗 嗯 好 谢谢 啊 那我们继续讲啊 就是说在这个 为什么这所学校康尼亚是最晚的呢 因为康尼亚实际上不是由最早的这批清教徒建立的 他是由康尼亚先生建立的 康尼亚是一个姓 就这个人姓康尼亚 那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 呃 在这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啊 就是在常青藤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实际上 接受教育是一种特权 就是家里面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啊 你才能承担起让孩子去读书 而且一读读四年 呃也不会给家里创造任何的价值 对吧 那么 所以很多的人在美国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都没有上过正规的学 都是自我教育啊 就自己这个看书 然后自学 都是这种情况 康尼亚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 他生活在就上纽约中 就离我们其实是多伦多很近啊 开车下去五六个小时就到了 那么他生活在那里的时候呢 是纯粹属于自学成才 那么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到纽约去淘金 纽约市 我说的是纽约市去淘金 然后他发现当时正好是在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啊 这个店刚刚这个展露头角 很多的人都在这个店方面做文章 他发现没有这个电线杆啊 那他就做了一个生意 就是说帮大家竖电线杆铺电网 那么这件事让他变得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富有 在他富有之后 他想干的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就说他要进一所学校 那么这所学校呢 就是希望按我们中文的话说 叫有教无类 就是所有愿意渴求知识 想学任何专业的人 都应该在这所学校里 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地方 那为什么他把Conner建在上纽约州 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 他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那儿更美的地方 所以他当时建了这所学校 捐了很大的一笔钱 请到了最专业最好的学者来这边当校长 然后只有一个规矩 就说学校的董事会 你们可以愿意顾谁顾谁 愿意怎么教学都可以 但是永远不要搬离这里 因为这是我觉得 这是对学生最适合的地方 好 所以这就是Conner大学 建的比较晚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不是清教徒建的 他是一个按咱们现在说法 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建的 Conner先生建的 同时呢 这也造成了Conner呢 是所有的这个巴索 长青藤学校里面思想最开放一所 这个思想最开放就是指 他是最早接受女生和男生同校读书的 他是最早接受有色人种和白人一起读书的 他是对国际学生最开放的 因为他要建行Conner先生建校时候的格言 有教无类对吧 好 我们来看啊 那么一般而言 长青藤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刚才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介绍 我们可以想象啊 在这个一次 基本上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如果你走进长青藤 绝大部分你看到的全是男生啊 基本上没有女生 长青藤里面最晚一所允许男女同校的大学 是哥伦比亚大学 1983年才允许男女同校 在此以前全部都是这个男生啊 然后女生是在另外一个学院 就是你跟他跟他们跟男生不在一个学校校区里面 那么呃 绝大部分这些人全部都是男生啊 他们呢 都是来自于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中上产阶层 呃 他们去长春藤学校的学习的目的呢 除了就是学到知识 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社交 其实这一点到现在也是啊 他们的父母 希望他们能在长春藤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见识结识 和他们家庭地位相辅相当的孩子 从而呢 建立起比较好的友谊 这样他们等到毕业学有所成以后 不管是家族事业 还是自己开创一方新的天地 都会有些伙伴跟他们兵前作战啊 啊 那么在呃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精选里面啊 出有钱那属于是你的一种privilege privilege就是你的特权 但是你有特权你必须要回馈社会 这个就是长春藤特别特别重视的一点 那下面这张照片呢 是我去哈佛的时候呢 呃 在哈佛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教堂里面拍照的 那这个教堂的墙上大概可能得有三米多高吧 我觉得就十多米长的一个墙上 写满了名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点模糊 但是能看到啊 class of 1943 对吧 1943年 1943届的啊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就看工程学院啊 就是商学院 这些人是哈佛大学所有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参军的学生名单 就是一战爆发 那么大家就这个气比从容啊 先去打仗 打完仗之后 打完仗之后再回来 然后继续读完书 这些人里面有的人已经为国捐躯 有的人呢是参加了这个一战和二战 所以这些像这种墙 在长春藤特别学校里每个学校都有 他们在不同的位置啊 那么这个就是彰显了长春藤的那种精神 他们很为自己的学生能够贡献社会而骄傲 就是你不仅仅是说因为有钱啊 因为有权势 或者你以后能赚点钱 那么我们就尊敬你 而是因为你能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尊敬你 那么在一战之后呢 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平权运动啊 开始风起运用 那长青藤呢 也开始啊 我有时候叫长青藤 叫长春藤啊 因为他英文叫Evalid 实际上有的人翻长春藤 翻译成长青藤 是一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盟校呢 他们也开始慢慢的把这个门槛放低 他所谓的放低 并不是说对学生的要求放低 只是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兼容并包 比如说他们会接纳不同种族 对吧 然后不同文化啊 然后不同宗教的更多的学生 但是其中有一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仍然会认为 这个学生啊 能不能显示出他们的责任感 能不能以后成为一个世界的领袖 对他们最重要 注意啊 能不能挣大钱啊 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 能不能成为世界的领袖 真正的为人类进程的改变 做出一些自己的努力 这是他们觉得最为重要的啊 好 那么这八座长青藤呢 我们统称这个藤校啊 大家经常说爬藤爬藤 但实际上他们相对而言也是各有不同 比如说哈佛和耶鲁大学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如果一个女孩子啊 你去哈佛读大学 那么你最重要的任务呢 还不是说把初读好 这是开玩笑啊 是说你最大的任务是去找个好老公啊 因为一不留神 可能以后就成为总统夫人了啊 我们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到啊 哈佛是诞生美国总统最多的美国大学 他也是诞生美国政治家最多的美国大学 那这个政治家要包括参议员 众议员 包括这个参议员的这个司法委员会 这个委员长 还有各党党编 各党这个办公室的这个领袖 这些都是啊 政治家 州长都包括 那么耶鲁呢 也诞生了很多政治家 但是耶鲁还有很著名的一点 是诞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法官啊 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如果你看他的履历 他们基本上不是哈佛法学院毕业 就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 所以这两个学校有很强烈的这种特征 就是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优秀政治家的摇篮 当然他们毕业的课程也非常好啊 那么这个是属于比较比较突破的一个一个特征吧 那么刚才康奈尔大学 其实我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了 就是说 他是所有的这个巴索腾效率 首先他占地面积就最大啊 他的校园是属于美国数一数二很大的校园 所以他可以承担承担更多的学生 就招最多的学生 是巴索长千层里每年录取学生人数最多的 同时他也是巴索腾效里面提供的课程最丰富的最多的 嗯这个也是跟康奈尔先生见校的时候宗旨有关系 有叫无类对吧 所以在康奈尔大学读书呢 基本上只有你想不到啊 没有你选不到的课啊 这些课程你能想读的他一定都会有 那么普林斯顿大学呢 他在纽泽在新泽西州就离着纽约非常近 在普林斯顿这个地方啊 那么他其实最重要的是一所特别注重基础这个教育的一个学校 所谓的基础教育就是他认为这个人类最后未来的发展啊 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基础学科能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所以在普林斯顿呢 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纳因斯坦 他从这个纳粹德国逃到美国以后 一直在普林斯顿任教 并且呢在普林斯顿最后度过了他的晚年 嗯 在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感召下啊 其实普林斯顿是出现了非常多的学术界的名人 比如说数学里面很著名的一个叫纳什均衡理论 那么这个纳什均衡理论的发起的就是创建人纳什啊 他就在普林斯顿 还有一个嗯 我们这个生物界呃 非常著名的咱们中国清华毕业的啊 现在也在普林斯顿 他叫延宁呃 呃他也是在这个被普林斯顿授予的终身教授 这么一个职位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基础学科呃 如果要是想在这个学术的道路上走的比较好的孩子啊 那么普林斯顿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学校 那么呃 另外呢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是我们经常称的宾大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这个Benjamin Franklin的雕像 那么宾大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呢 就是在纽约州的南边 就是跟纽约州是接壤的啊 呃开车从纽约州往南开就到宾夕法尼亚州了 他在美国以前的首都费城 呃那么宾夕法尼亚大学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呃热门的专业 比如说他的建筑很好 他的经济学也不错 他的沃顿商学院也是赫赫有名 也是几乎所有目前我知道的排名比较靠前的商学院里面啊 唯一一所提供本科商学院教育的 因为一般排名靠前的商学院 比如说像康奈尔 比如说像这个耶鲁 他们都只提供研究生 也就是说我读的MBA 就是工商管理学硕士啊 那么他是本科就有啊 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川普 他是以前在美国呃纽约的 纽约市里所大学就读 后来他在大三的时候转入了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啊 所以他毕业的时候是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身份毕业的 那么另外呃 达特茅斯其实他叫college 呃但是美国叫college 实际上他是大学啊 达特茅斯大学和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达特茅斯呢可能我们听到的比较少啊 他所在的位置在New Hampshire这个州 就是在马省的这个上面挨着马省啊 北面 那么他离巴士顿 就波士顿开车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啊 呃比较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州是这个免税州啊 很适合买东西 那么呃 达特茅斯呢 是一个传统上就是出很多金融人才的一个学校 那美国的很多的财长 其实他们都是达特茅斯的这个校友 呃相对来说呢 这个白人比例非常高 因为他所在的New Hampshire本身这个州白人比例都很高 呃 他和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我们知道就在这个纽约市对吧 嗯 他们都是在金融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其实除了他们两个学校啊 刚才我们说的比奇法尼亚大学和这个康奈尔 这四所学校其实在金融方面都非常突出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啊 因为大家想做金融的话呢 呃 竞争比较激烈 所以金融是很看出身的 就是所谓看出身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 那么可能你的学校很一般 或者说呢你的那个有的同学可能说我都不是学计算机的 但是我这个写代码写的很好啊 我这个能力很优秀 我考了很多证书 一样可以进到这个硅谷的这些大厂对吧 比如说大厂就flag 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脸书啊 呃这个谷歌呀对吧 这个推特啊什么就这些大厂啊 但是呢对于金融来说如果你想到花街来啊 就华尔街我们我们经常叫他叫到花街 想到花街的话呢你的出身就很重要 因为他们会去几个定点的学校招啊 如果你不是定点学校的话 他可能根本不会去你学校招学生的啊 那么你到了花街之后呢你的这个学长学姐 他们的人脉也很重要 并不是说你在学校就认识他们 而是他们就愿意照顾 都是自己一个学校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networking对吧 就是圈子的问题啊 那么最后一所呢 并不是说他不重要啊 他也非常有个性 他也很有意思 他叫这个布朗大学叫布朗 那么他呢也是在这个 在这个马省周围 他在马省南边啊 他在那个罗德岛 叫罗德艾伦的 是美国那个时候各种大亨的一个度假圣地 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然后布朗呢是在山上 他的山下呢就是有美国最数一数二的艺术学院 这个艺术学校不是光教就是有画画啊 也教像什么影视设计啊 舞台布置啊 就这种音乐啊都属于啊作曲啊 那么布朗最优秀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他特别的这个自由啊 就是很多孩子呢 如果还没有决定自己可能对哪方面感兴趣 那么跟其他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 布朗对大一新生并没有强制性要求 说你必须要修读什么专业 有一些基础课必须要修读啊 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布朗的话 你完全可以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 充分的探索一年 然后再决定自己要学什么 很适合这个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孩子 那么我们看到边上这个剧照啊 这个其实是就是哈利波特里面 饰演Hermyn的那个英国女演员啊 那么他其实以他的素质在英国上 剑桥牛巾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是特意选了布朗 然后在美国隔着大洋 不停的飞来飞去 因为还回英国拍戏啊 完成了最后他的这个整个的本科教育 所以可以看到布朗其实是一所 呃这个受欢迎程度啊 在西方世界受欢迎程度很高的学校 那这八所长青棠我都去过 呃我们一会有时间 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个人最喜欢那所学校啊 当然这是我个人间谍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啊这些其实就是一些长春藤的一些图片 这个是康奈尔大学 这个是刚刚我们说的布朗大学啊 那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些 不是长春藤 但是也非常厉害的学校 比如说这所学校就是斯坦福大学啊 曾经有人说啊 有的专业特别水啊 长春藤 比如说你说想去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读一个统计学的硕士啊 现在就好录取 但是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一所非常难进的大学 没有一个专业是比较容易进的 有好几个原因造成啊 第一呢就是说呃 他所在这个位置 他在硅谷 实际上之所以有硅谷 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斯坦福先生 他把斯坦福大学所属的地的一部分 分给了这些创业公司 所以才有硅谷 先有斯坦福才有硅谷啊 那么因为他在硅谷 所以呢他周围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的家庭基本都是高知家庭比较多 高级知识分子 那这些孩子就不小心家太远 所以呢就申请斯坦福的学生呢 相对来说这个竞争是很激烈的啊 而且加州本身教育水平还蛮高的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呃斯坦福大学 当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啊 这个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爱恨情仇啊 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标志色是红色 那么他和谁一样呢 他和康奈尔和这个哈佛一样 哈佛是一个深红色啊 康奈尔是大红色这种正红色啊 斯坦福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是另外一种红 都是红色 那么为什么是红呢 就是当年就是斯坦福从康奈尔和哈佛啊 挖了一堆教授啊 就是对这个康奈尔和哈佛的教学里面 不不太不太不太喜欢的教授 来到了斯坦福这个地方 来到了这硅谷这个地方创建的斯坦福 所以他们为了纪念这个 他们的颜色也是红色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所大学呢 嗯这个是因为斯坦福夫妇 他们是非常有钱的这个投资人 他们的孩子在哈佛大学就读 后来不幸啊 这个就是身亡了 那不幸就是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溺水身亡了 那么当时呢 他们去哈佛大学呢 是希望就是哈佛大学能不能 他们本来是想给哈佛大学捐一个图书馆啊 就以他的儿子命名的 那么图书馆相对来说这个比较贵 一般都得上千万美根 呃他们打扮的比较简朴 那么哈佛大学的当时接待他的人呢 就有点失利啊啊 就看到之后他就就说说说说哎呀 说我知道你们要干嘛 我我我们非常那个遗憾 你们的孩子这么优秀的孩子 这个不幸身亡了 但是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家长 都要求我们给他建个纪念碑 那我们哈佛就没地方放了 后来这个他们还没有说出自己的要求 想建图书馆的要求 就已经被很粗鲁的打断了 所以斯坦福夫妇呢就不太开心 然后斯坦福夫人呢就跟他老公就说 就当着那个哈佛大学那个工作人员的面就说 说这样吧亲爱的 我觉得我们的钱呢可能也够建一所大学 我们去自己建所大学吧 然后他们就走出了哈佛大学啊 自己去建了斯坦福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不是杜传啊 所以斯坦福是赌气之下建起来的大学啊 那么因为是赌气之下建起来的大学 所以他们实际上对各方面的这个 做了很多的调查 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爱子建的大学 所以确实是搜罗了当时美国 包括欧洲非常著名的学者 给斯坦福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啊 好 这个图是什么呢 这个图其实是一所可能中国的这个朋友们 不是特别理解的 特别特别听过的学校 他叫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他的创始人呢 是美国的国父之一 这个这个人呢就是那个 Benjamin Franklin 那么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的这个 哦 sorry说错了 是那个Jefferson Jefferson Jefferson呢 Jefferson呢他自己也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他当时在这个创建这个大学之前呢 曾经写了一个木志明 说我死了以后 因为他家在弗吉尼亚州啊 叫Virginia这个州啊 他肯定是魂归故里的啊 他说如果我死了之后呢 你们把我埋下来 然后呢墓碑上只写两个字 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写我的名字 或者生足年 第二呢是写一句话 我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我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所以可以看到啊 什么美国总统啊 然后这个我当过内阁成员 当过好多届啊 我是美国的国父之一 这些都不重要啊 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创建了一所大学 为这个美国后面的世代文化的传承 留下了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 弗吉尼亚大学在美国的白人心目中 有非常高的声誉啊 主流社会非常喜欢 那这所大学呢 本身所在的地方 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地方 也非常风景入化非常漂亮 虽然不是藤校 但学术声誉相当高啊 那下面这两所学校呢 右边的这所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 在马里兰州的霍普金森大学 霍普金森大学是一所医学 工程学都非常好的学校 一般如果我们说这个 在美国行医啊 或者在医疗相关的医学界 你说你是霍普金森大学毕业的 就跟你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 是不相上下 甚至有的时候 霍普金森大学毕业的医学生 比哈佛大学的 还要更加名声响亮 那这一所学校呢 叫圣母大学啊 它是这个当时的爱尔兰移民 全部是靠自己捐赠去建造的 它离我们不远 它在伊利诺伊州 就是如果在温瑟不远 在温莎里面不远啊 跨过五大湖就是 它之所以有名呢 是因为这所学校 培养了最多的本科毕业的企业家 而且它是本科毕业的这个校友 最团结的学校之一 也就是说你会有很多的资源 可以进行laborage 这些学校我都去过 我个人都是蛮喜欢的 好 刚才咱们讲了这么多啊 这是美国他们自己的一个排名 美国人自己的一个排名 关于就是美国最top的 30个大学都有什么 当然他们有他们不同的标准啊 比如说他们可能 每次除了这个学生的入学分数啊 学术表现啊 毕业之后找工作的薪酬啊 校友们对这个学校的评价 捐款比例啊 就是校友毕业之后 因为大部分学校是私立大学啊 私立大学主要靠捐款 国家不给钱的 所以呢 主要要靠校友的捐款 不好意思 主要要靠校友的捐款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藤校啊 声名赫赫 但并不一定排名 都在最前面 刚才我们说的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大学 刚才没有说 当然是在波士顿 理工科非常好的大学啊 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 美国诺贝尔奖学者最优乐大学 杜克大学 它是在 North Carolina 就是北凯罗拉纳州啊 是一所被称为南方的哈佛啊 呃 它的医学工程商科 呃 戏剧表演 各方面都非常棒 嗯 这个是CALTAC 就是我们说的加州理工学院啊 它的加州 那么我们看啊 排前十名的学校里面 呃 一二三四五五所藤校啊 然后加上这个六七七所都是私立的 私立的学校 这个和我们在中国或者加拿大 加拿大不太一样 美国最好的学校里绝大部分都是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的意思就是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 其实它的学费是一模一样的啊 因为它私立大学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私立大学是不接受政府捐款 支持它教育的 所以它所有的这个运转大学所需要的经费 基本都是来自于后面校友的捐赠 那我我知道大家会说 你看这学费这么贵啊 肯定学费也收了不少 实际上不是 因为比较好的学校 基本上他们的学费 虽然收了这么多 但都不足以支付培养一个学生所花费的精力 后面我会讲为什么啊 那么呃 而且对于有三所大学 美国有三所大学 美国所有的藤校 对于本土学生 就是他的生在美国的美国人啊 都是采取need base的奖学金 need base的奖学金就是 你考上了 如果你的这个家庭收入啊 低于美国的每年家庭收入中位数 大概是七万多美元 那么我就减免你的学费 有的是完全不用交学费的 反正一定要让孩子给自己输 那么这八所学校里面有三所大学 对于全世界的学生都这样 那这三所大学是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和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都没排到前面来啊 普林斯顿大学 好我们可以看啊继续看 这是刚才我说的达特茅斯啊 college 这个是约翰霍普金森大学 这是西北大学 也在芝加哥 这个是布朗大学 然后我们康德尔大学 后面还有非常多很好的学校 这次都是圣母大学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慢慢介绍啊 因为这个学校说起来 我们要说很很久很久 特别是要根据孩子不同的这个 喜欢的类型 再进行分类啊 好 那么为什么说美国大学 比加拿大的学校好呢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是那个世界大学排名说的 刚才那是美国内部 对自己学校的排名 我为了公允起见 所以找了一个这个QS的世界大学排名 QS是一个在英国的机构啊 相对来说我觉得它会比较公正 那么它是2018年的排名 我们可以看到 在所有的这个世界名校的前十名里面 呃 美国的学校占了五个对吧 一二三四五对吧 呃 这个 这个我们加拿大大学是没有的 那么 嗯 在后面往后看啊 到第31名的时候出现了 就是我们加拿大排名 世界排名最高的学校 就是多达多伦多大学 第二高 第二高的是 Mardillo 然后第三名 加拿大排第三名的 在全世界排到51名了 就是UBC啊 那后面的我们就不看了 那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在世界的这个 一个航量体系里啊 美国的文凭还是比较值钱的 好 那么说了半天啊 大家可能对这个长青城有了一个 基本的了解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 就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活啊 这个你其实指的是同学 就是你的孩子啊 他想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活 那我没有在加拿大读过大学 但是呢 我在加拿大呢 有很多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CBC 他们读过大学 一些朋友啊 他们给我讲一些他们的体验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多伦多大学是读药学系毕业的 那么呃 他跟我讲呢 在药学系呢 就是相对来说 不是药学系啦 就多伦多啦 相对来说呢 读多大的时候呢 感觉是呃 都是大教士上大课 基本上上了课之后呢 教授也不认识你是谁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他曾经想呃 他现在已经去了 就是研究生阶段呢 去读我的学校 去读康纳尔 去读MBA 那么他后面申请成功了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 是因为要求你要提供一些 教授的推荐信的 当时我说 你去找几个你比较熟悉的教授 帮你铺上一点这个议美之词啊 他的说法是没有教授认识我 我说怎么会没有教授认识我 你的成绩也不差 认识你你成绩也不差 他说因为都是上大课 像高中一样啊 就根本就只没有没有办法 可能比高中的 我说的高中是国内高中啊 不是这个加拿大的高中 就特别多的特别多的人 那么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个是什么比例呢 就这个比例啊 指的是每一个学生和这个教授员工 一般指的是教授啊 师生比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显示 在这个 Applying Science和Engineering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英语科学和这个工程类里面 这个比例是23比1 这个数据是整个安省所有学校的 23比1 那么最差的一个呢 可能就是这个了啊 这个专业啊 Physical Education是46比1啊 46个学生只能得到一个教授的关怀啊 那最好的是这个Dentistry 就是牙医对吧 是9比1啊 所以相对来说呢 还是大班 比较这个比较大班啊 那美国呢 相对来说这个本科生活就不太一样啊 呃 我在美国读的研究生 但是我没少跟本科生混啊 就很后悔 其实觉得应该本科就来美国读书 那么为什么呢 第一呢就是这个课程的丰富程度 或者你大开眼界 为什么我找了一个船啊 就是在海上啊 这是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学校里面 他们会提供叫Semester at sea 就是这个学期全部是在海上的 那么这艘船呢 会带着你呃 游览不同的地方 不是去玩啊 那每到一个地方之前 你们就要进行这种小组 就大家分成小组 这老师在讲啊 就说你们有作业 然后要去进行research 到了岸之后呢 去采访当地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 去找陌生人去采访 去博物馆去查资料 想办法完成这个作业啊 那么这只是他所有丰富课程的一部分 呃 再比如说呢 像那个康奈尔大学 就有很很有意思的课 比如说他有这个红酒入门课啊 那个被誉为什么全美 这个最不能错过的课程之一 呃 那么还有像一些比如说 如果你想学一些很硬的知识的课啊 那这边呢不管是AI 还是计算机 还是这个 还是说我们的机器人啊 还是说一些基础学课 基本上真的是应有尽有 而且你可以很很自然的去选 比如说你说我是本科 但是我这方面研究很深 那你可以去选研究生的课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要你能证明了 你确实能跟得上 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个丰富的课程 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大开眼界啊 那么另外呢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师生比例啊 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 呃大部分的这个 长青藤学校啊 他的师生的平均比例是1比5 呃我们说的不是说那种 这个特别基础的课啊 特别基础的课达不到1比5 但是绝大部分你的专业课和你稍微感兴趣的课 都是1比5的师生比例啊 那这个呢是世界级的教授啊 呃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特别优秀的人才 还是在美国比较多 我说的是学术类的啊 我们从这个比例而言啊 这个教授呢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教授啊 我自己在读那个康奈尔的时候的教授 他是我们商学院的教授 他是获得了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学界的荣誉啊 呃他叫这个他叫那个Franco Robert 那么他呢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都觉得他特别的那个都都都都觉得他特别严格啊 因为那个觉得他讲的跟他考的是两回事 考的又特别难啊成绩不好不高兴啊 那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特别这个 真的是想于世界的一个教授 他已经这个年纪了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岁数啊 但他依然会在一线一线进行教学 他的办公室门是随便开的 我曾经walk in 了好多次啊 就直接推门进去啊 当然问了他很多很白痴的问题 但是他依然会在这里 呃从他的这些教学上面来说 我觉得与其说学到知识 更多可能学到他很多人生的一些哲理啊 比如说他本科就是呃 他的本科硕士都是伯克利大学的 就加州伯克利大学的 那么他曾经遇到过一次事故 就在他当这个教授期间 遇到过一次事故 就失忆了啊 这个脑子记不住东西了 这个对教授 简直就是一个致命打击啊 这个就觉得你学术人 你收下就完了 但是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 又顽强的就是挺过来了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他在给我们讲的 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他是教经济学的啊 经济学的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他讲了 他就写了一个字 就是幸运 他让我们认识到 就是我们能坐在这里 是一种privilege 世界上有很多人 并没有这个受到教育的权利 或者有这种机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认可 这个幸运和成功的关系 怎么样去思索自己 以后在社会上 怎么样去看别人和看自己 呃 是受益匪险的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广泛的社交机会啊 那这个啊 这个是我这个 康纳尔上翻船课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体育课 体育课之一可以选翻船课 那么我这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 这个华人血统的孩子啊 都很聪明呃 承介很好 我我接触的特别多特别多啊 包括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接触很多很多 但是呢 并不一定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可以升迁最快的 或者是说可以比较快的达到 自己想要的目标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社交的问题啊 那社交方面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不是说我们不会跟人家说话啊 而是因为我们太过于偏重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呢 太过于偏重这个hard skill 就硬技巧方面 但实际上大学 美国人普遍认为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所有的孩子去扩展他的soft skill 就是怎么样去和别人进行交往 怎么在一个团体里去利益的别人 或者接受别人的领导 对吧 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不要跟人吵起来对吧 怎么样去跟别人进行谈判 然后尽可能多的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那所有的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不同的活动 不停的去跟别人做这种teamwork实现的 那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长春长的学校 包括美国排名前前前面的学校 比如说Stanford什么的 他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机会 只要是你有任何的兴趣爱好 都能找到跟你同好的人 你们都可以有机会去实践 那么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啊 不停的接触到最主流社会的文化 他们一些沟通的一些social norm 就是他们的一些社交利益 他们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 帮你在走入社会之后做好更好的准备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U of T 我们刚才说啊 咱们这个最这个排名最高的加拿大的大学 我们看到他们的平均的这个师生比啊 是32比1 那这32比1呢是 其实是Downtown小区的 我这个图太太没地方了 没放那么多 那另外两个释迦堡和Mississauga小区 它的这个师生比啊 其实是54比1 好 介绍完了刚才这个大概的一些学校的知识啊 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比较比较想知道了 我就说那到底申请难不难 呃一个字 难 那这个图呢 其实是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说难啊 这个数据啊 这个是大学提供的 就是每个同校他们自己提供的 呃这个是2019年 就是2018年啊 什么叫2019年啊 2019年就是 哎呦对不起 2019年就是去年啊 去年入学 就2019年for入学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跟2018年入学相比 实际上这个学校的录取率都在降低啊 大家注意啊 这些录取率是他整体录取率啊 因为所有的同校都不会给你一个说 我针对国际学生 或者我针对加拿大学生的录取率 这是不能的 他们没有的 所以这个是针对所有申请学生的录取率 而国际生的录取率是肯定相对而言 比他们正常的所有的录取率要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美国的学校啊 虽然是私立学校会招相当部分的这个外国人 但是相对而言 他招外国人的比例 肯定没有本国选项多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竞争可能会更激烈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学校里面 只有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略有增加啊 其他全部下降 而且这个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的这个增加 其实比例不高啊 而且那个今年又降下来了啊 好 这个是16年到22啊 这个就看起来更清楚 这是什么一个趋势啊 相关来说 我们康奈尔是录取率相对最高的 因为他本身的校园大 可以容纳的人多啊 那么达特茅斯 2016届录取率是低于10% 后面几届都有所回升 但是今年啊 今年我们说的就是今年 那又回去了啊 又降下去了 那基本上概括来说 录取率就是5%到10%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对于美国本土孩子来说 上腾小也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啊 不是说他们好像在美国升的 就随便考考就上了 非常难 大家都想去啊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的啊 今年最新的就是2020年入学的孩子的啊 录取率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这个里面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是个总体的录取率 对吧 那么这个叫regular decision 什么叫regular decision呢 就是美国申请啊 它分两轮 第一轮叫early decision 或者叫ED啊 或者叫EAR early action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早申请轮 早申请轮 早申请轮的学生呢 一般在12月25号 就是圣诞节之前 就已经基本上拿到他的这个录取的结果了 那么正常申请轮呢 一般截止是在每一 就第二年的 就是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就是不一样 但基本的那几天 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这大概2月3月的时候拿到录取结果 所以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早申请轮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 这个录取率会比这个正常的 比如说康大学做比较啊 早申请轮有22%的录取率啊 这个正常的只有10% 那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哈佛做比较啊 早申请有13%的录取成功率 那如果是正常的就有4.5%的成功率 那后面就是所有新生接受了多少个新生 你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2000多啊 只有两个学校相对来说接受的比较多 一个就是康大尔每年接受5000个 5000个左右的新生 一年级新生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宾大 宾大跟宾大是仅次于康大尔在八所里面 就相对来说人数最多的啊 招生人数最多的 也是因为校园的问题它比较大 是3345个新生 这是最高的了两个 剩下的都是2000多啊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是做的一些总结 一般来说呢这个常规录取率啊 比如说哥大和宾大啊 哥大就哥伦比亚大学 那么它常规录取率和这个早申请录取率是3.7倍啊 这个宾大呢是2.8倍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 但一般学校也都是保证在三倍以上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要早申请 一定要干这个最早的early round啊 好说完了这个整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际本科生比例啊 国际本科生比例啊 我可能说怎么只有六所啊 因为这是靠靠学校披露的数据 有的学校没披露啊 他们的这个就是国际学生 所以就没有数据 我们只能看到有数据的 比如说哥伦比亚他都没披露啊 这个宾大宾西法尼亚也没有披露 这是国际生员前五名 首先康奈尔对中国学生比较友好啊 他国际学生一共有1519个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前一章我们说过 康奈尔大学一般他一年录取5000个左右的人 对不对 5000个左右的人里面只有20%是国际学生啊 因为他有1519个嘛 对不对 20%稍微多一点点是国际学生 那这里面呢 这是前几名对吧 39%是中国的啊 我们加拿大那个比他少很多 但是我们的铺也小啊 相对来说也好一点 那哈佛大学里最高的是加拿大录取的最高的啊 但他的国际学生只有815名哦 815名 实际上我们哈佛大学每年录取的人数是大概 三 不好意思 看错了 1950个人 就算2000人吧 那么有850名左右的这个国际学生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数据就知道了 然后耶鲁大学 我们加拿大相对来说都属于还不错的位置啊 都属于前几名啊 都属于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还是比较普遍受这个各个高校婚姻的 但是你们也看到了 所有的国际学生 基本上除了康奈尔 因为他本身5000多个新生啊 基本都是百位数对吧 只有百位数啊 然后加拿大的学生要在里面再切一个蛋糕 所以就是我一直说的 难不难很难 好 那么这么难怎么办啊 为什么会难啊 其实有好多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人家本身就难对吧 就像你也不是说 你如果在中国 好像随便一个中国人就可以很轻松 像北大清华一样对不对 嗯 当然我们北大清华对外国人比较比较好上啊 对本国人很难 那么美国人在美国也是很难上同校的 美国人觉得有孩子上同校 仍然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的 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ABC啊 那么他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做教授的 都是在这个学术领域的 那么他是考到了康奈尔 他的爸爸妈妈的这些教授朋友的孩子啊 就是为了上同校也是费尽心思的 包括他自己 他说他们都是感到这种压力的 就说要上同校啊 因为父母都是这个同校毕业的 对吧 就觉得总也要上同校 好 首先有一个点啊 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我不知道就大家以前也了不了解啊 亚裔男孩子本身在同校录取里面 就是相对会比较难 就相对比亚裔女孩子难 嗯 不管学习好不好 学习好也也比较难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学校录取里啊 不光同校啊 所有的学校啊 主要是看两方面 一个叫学术表现 一个叫综合素质 那么亚裔的孩子 尤其男孩子 在学术表现上面非常突出 但是给很多的人就会留下一个固化印象 这个我们下一页会讲啊 这个固化印象就是书呆子啊 说白了啊 而藤校是最不喜欢要书呆子的 他们觉得书呆子会读书会考试 并不代表你以后真正能够在事业上 能够有一定的辉煌啊 我需要看到你的全方面立体的人 好我们看一下这张表啊 这张表的来源是这个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nd Mission Counseling 就是说呃 国家高校录取委员会吧 应该这么翻译 那么这个是找了呃 大家看这N啊 就是180多所学校啊 180多所学校做这个抽象调查啊 然后让他们来衡量 讲说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哪些因素 他们觉得这个录取比较重要啊 对于他们来说呃 比较权重比较大的因素啊 嗯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就是他们觉得真的很重要 这个moderate相对重要 limited的没那么重要对吧 那么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最重要的英语考试成绩啊 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加拿大的孩子 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么第二重要的就是grace in college prep courses 什么叫grace in college prep courses呢 这个指的是够大学考试难度的 大学水平的比较难的高中课程 大家听清楚啊 录取委员会是很明白的 如果你为了把你的gpa拉上去 选了一些非常简单的课 比如说你就是 比如说你是初中才来加拿大的 中文是你的母语 那么你还要选中文 对吧 汉语对吧 这样就可以很轻松拿高分 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说 这个没有什么价值 而且还会对你产生比较不好的影响 因为他会觉得 你这个孩子很喜欢偷鸡取小吧 对不对 啊 那么所以这个college prep courses 是类似于ap的一种课啊 ap我们这里流行啊 类似于ap的一种课 嗯 可能呢不叫ap 但是呢会比较难 就像现在比如说孩子在高中的时候 在学习的时候 他会让你选的啊 因为美国大学是看你九到十二年级 要四年的成绩的 那么现在的高中 加拿大他就会有说这个是university level 对吧大学水平的 这个是什么工作水平的 那么你选的哪种课 啊录取委员会会看的 然后gracing all courses 就所有的成绩对不对啊 所以GPA非常重要 strength of curriculum 就是你的一些突出的课的成绩啊 然后是你的标准化考试 就是美国的高考对吧 可以选SAT 可以选ACT SAT选的同学比较多一点啊 然后你自己的写的东西怎么样 就是申请美国的大学 跟申请前段大不太一样 美国大学应该要衡量 你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人格完整的这个一个孩子 所以他会给你很大的机会啊 让你去写 essay 就是让你做自我介绍对吧 写文章啊 让你告诉他你的思维深度在哪儿 你的成长历程是什么 你是谁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这个占的比例也非常高啊 那么另外关于推荐信啊 都占了差不多20%的比例啊 就是20%的学校都会认为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注意啊 34%的学校都认为 这些相当重要 一个是consular recommendation 一个是teacher recommendation 就是consular的呢 就有点像说 除了教你的老师以外 比如说你有些外面的活动什么的 这些人给你评价对吧 嗯 后面这些看起来好像还是跟成绩相关啊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觉得这个AP IB的课有30%相对重要 为什么这些学校会说相对重要呢 因为他会觉得 你前面如果这些都已经好了啊 我就知道你的学术能力表现了啊 但是呢如果大家听过我前前两周都会知道 就是对于因为这些学校是随机选的 并不是说官是藤校 是整个美国的学校 美国有三千多所学校的啊 那么对于藤校而言 你当然可以不选AP和IB这种课 也可以成绩很一般 但是你最好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在你的这个文书里告诉人家 为什么你的小伙伴 其他孩子都能 学校成绩也很好 SAT也很好 AP成绩也很好 还做了扩外活动 而你AP成绩不行 SAT也不行 你最好要能自圆其说 要有一个story来解释 比如说有的孩子说 我说的是真实啊 不是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有的孩子他这个 就是出生在很贫困的家庭 那他父母呢就是经常比如说都不在家 然后他可能从小就是又当爹又当妈 我说的是真实情况啊 就是他还有弟弟什么的 他的大孩子对吧 那么他没有条件去上AP这种课 他也没有条件 什么SAT可以考好几次对吧 那就这个成绩 但是他的学校成绩很好 那么这种 其实是非常容易被Ivy Lake学校录取的 非常容易被好学校录取的 这就涉及到美国他们社会文化里的一个公平问题啊 就是我们认为的公平是学习成绩好 我自然该被录取 这叫公平对吧 100分我考到99 你给我花一个分数线 我考到就录取 那这叫公平 美国为什么在大学录取的时候 会提供让你写你的IC 让你的老师给你写推荐信 这个不是形式主义 这是他想了解你的社会背景 他会根据你的社会背景 对你的成绩进行一定的调整 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像特朗普家庭对吧 家里非常有钱 从小就有好多的这个家庭小师 天天跟着你皮膚后面 给你量身定做 你课程课程课程 对吧 应该学什么这个那个这个这个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1600分的ICT满分 你考个1550 他觉得很正常啊 你应该考呀 因为你想有特别多的社会资源 对吧 那么同样啊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孩子 他家庭条件很差 但父母经常不在家 一个人又当地 又当妈还得带孩子 带他的弟弟对吧 自己还得学习 那么这种孩子 如果他考试 比如说SAT成绩 他考了一个1450吧 刚才1550啊 你前面的孩子差了100分 但仍然很可能继续得到录取 因为他会认为 你在这么有限的条件下 仍然坚持学习 能取得这样高的成绩 证明了你这个孩子的无限潜力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理解 为什么学习好的亚裔男孩子 很难被录取啊 因为我们的亚裔男孩子的背景 都太相似了 绝大部分我见过的 这个不管是我朋友的孩子啊 还是说这个 有些来找我求助的孩子 都是成绩很好 学计算机 或者学工程啊 或者要学数学啊 然后参加编程班 或者参加这个 这个机器人比赛 不一定得成绩 但是我都要参加一下 那么 这个怎么能让录取委员会 把你和其他的孩子 跟你一样的孩子 能区别开呢 很难啊 而且他有手里拿了一把这样的孩子 在申请 那他为什么要录取委呢 很难啊 没有办法决定要录取委 对不对 这个呢就说到了 曾经 这个人是耶鲁大学教授啊 耶鲁大学教授呢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 名字叫Excellentship 就是一本批判 这个William啊 就写了这本批判 常青藤的书啊 这个 这边上是这个 常青藤的这个颜色啊 这个刚才说的咱们 康奈尔的吧 这是哈佛 他们都红 那么他在这个书里面 特别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 有一些孩子啊 会成为Avary Tardation 什么叫Avary Tardation呢 常青藤的这个 这个有点难听 就是说这个弱智啊 实际上他说的不是弱智的意思 他说的是 那些孩子像成了书呆子 常青藤特别怕培养出更多的书呆子 所以他在录取的时候 看到任何有书呆子倾向的申请人 都非常难说服他们 我应该录取你 说白了就是 我想拿高考满分的孩子 我这边申请特别多 我想拿GPA满分的孩子 我这边每一年都有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基础的条件 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其他的不同 对吧 但是你可以说我就是爱学习 OK 那你就是爱学习 你在学习里面学出了跟其他 除了满分以外 其他的不同了吗 比如说 我有没有去到 这个想办法去联系资源 跑到大学的实验室去 我虽然只有初中 我就跑过去旁观 我就跑过去动手观摩 我参加了这个科学比赛 我甚至跑到美国 就跑到中国去 我跑到各种地方 这叫我热爱这个东西 我只是把成绩考好 考高 所有的申请人80%多这样 那么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这是为什么学习好的亚裔男孩子 南北录取啊 那为什么男孩子南北录取啊 因为女孩子相对来说 还能帮助学校 增加她的这个性别平等 说实话就是这样啊 能体现出这个学校的多元化啊 那你又是男孩子 你学习好 跟所有人都一样 那么本身大家对亚裔 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只会读书 呃 亚裔的孩子召过来就是会做题 做做做做 做四年 然后成绩很好 然后毕业了 到社会上之后 没有个性 没有办法呃 成为领导 没有办法去开创 没有这个勇气啊 去开创那种新的人生 就在大公司找一份特好的工作 就开始做了 做做做做一辈子 好 结束了 那么我不找你 就是好学校啊 我不找你这样的孩子 我找别的孩子 也许会成为未来的乔布斯 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比尔盖茨 那我为什么要把同样的时间和资源 花在你身上呢 你只会成为给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打工的人 对吗 好 那么这个就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啊 就说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孩子 其实可能更受好学校的青睐啊 那一种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什么成绩都很好啊 你会一门乐器 然后呢 你这个参加一些这个计算机编程 呃 这个叫什么 那个 机器人对吧 就所有的这种STEM专业啊 STEM就是 这个是 Statistics 统计学啊 T就是Technology啊 技术 E呢 就是Engineering 工程 M就是Mathematics 数学对吧 参加这四大类专业中的一种 对吧 嗯 好 那么对于藤校来说 他们可能不是特别觉得 这是一个值得 呃 一个Defining Factor 就是一个决定因素 说我肯定要录取你啊 因为 跟一般的学校不一样的事 这样申请人对于藤校来说太多了 这是很典型的一种刻板印象 华人给到所有的这个录取委员会的 那么这个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这是林书豪啊 他考到了哈佛 他父母都是普通的 这个呃 台湾的那种工程师啊 那么他们家里没有人搞体育啊 全是读书的啊 他是这个唯一一个考到一半 跟他爸说说爸 我这哈佛不想读了 我要去大修啊 可以想象他爸爸当时动作崩溃 那么他为什么被哈佛录取了 我当然没有看过林书豪的申请书啊 录取申请书 但是我能想象他肯定突出了什么 如果他突出的像左边这个孩子一样 我学习好 我厉害 呃我成绩高 呃我会考试 他就和他是一样的 没有人愿意录取他 那么成绩你要好 但不一定一定的是第一 注意啊 成绩好证明你的学术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 证明你的时间安排能力 就是证明这些素质的啊 那么也证明你上大学之后能读的下来 对不对 但你并不一定是第一 为什么不一定是第一 因为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学习不是你唯一的兴趣爱好啊 你知道自己对什么真正有激情 并且为之付出了努力 有自己非常擅长的事 这种人是学校非常喜欢的 这个就是哈佛陆区论会特意说的这个啊 比起一个well rounded 就是我的各种成绩都很好的 人而言 更厉害的是他们喜欢 也许你这个圈没这么大 没有他这么大啊 我不是每个都第一啊 我可能前十啊 百分之十对不对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项 我很爱他 对吧 看啊 这个哈佛陆区论会的老师 特意回答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陆区这个学生啊 他说 有这样一些学生 他们hav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largely because of their strong personal qualities 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厉害 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对吧 他们的性格啊 什么样的性格他们喜欢 they have made a commitment to pursue something they love believe in and value and to do so with singular energy discipline and plain old hard work 千万不要觉得美国人不不欣赏 你们的那个努力 他们欣赏 但是他们更欣赏的是 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你这个孩子知道 喜欢什么 还为之努力 这是他们更欣赏的啊 好我来介绍几个成功的案例啊 这个是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学生的故事 那一个学生呢 这个是在国内 他是他没有在那个加拿大读啊 他是国内的重点高中的 那么他实际上呢 相对来说他的成绩都属于正常的啊 SAT是1500分 这个1500分就是一个OK的成绩 因为特别是国内的孩子 SAT一般刷的都很高啊 这是1500分 out of 1600分啊 GPA呢也是正常水平 也没有说特别突出 但他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他比较好的是这个孩子科外活动很丰富啊 他喜欢游泳 他从很小就学游泳 当然刚开始并不是喜欢 只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家里让他学游泳 但是他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自己考啊 就他没有什么 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天赋 毕竟还是要上学对不对 不是想去体校啊 所以呢就是平时坚持下来了 呃但是比赛也没怎么比我赛 反正也没得我讲 但是他考了一个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就游泳的 就说明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游 那么他想学计算机 他就喜欢计算机 这是一个挺热门 但是也比较不好生的一个专业 对于他这个背景来说啊 这个就是刚才他们说的华南啊 但是最后申请的结果呢 是这两所学校都给了奖学金 第一所就是这所啊 UCLA就是洛杉矶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啊 那么他获得了这个计算机专业的这个offer 那么第二个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这所学校本身ABC就申请了很多 亚裔的人口比例就非常高 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在波士顿啊 那么他的排名稍微低一点 总共排名50名 现在又涨上去了好像40名了 但是他获得了免除学费 就说你只要是支付自己的这个住宿啊 和这个吃饭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孩子家里面也斟住了一下 最后还是去了排名高的这所学校啊 还有两个故事啊 一个故事呢是一个 有跟刚才有点像是有没有获奖 一个芭蕾舞爱好者啊 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在美国 那她呢是这个亚裔 呃她从小呢就比较喜欢芭蕾 但是大家都知道芭蕾很残忍啊 就像那个体育 刚才说的体育一样 就没有天赋是很难跳出来的 对吧 那么她跳就是她也参加比赛 反正也不得奖 就是属于陪跑的啊 可是她特别喜欢 那么她就做了件什么事呢 她所在那个地方啊 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大城市 就是她她家生活的地方 不是那种什么纽约啊 洛杉矶啊这种大城市 呃她就是跑到这些大城市去 她自己啊十五六岁的时候一个人 跑到这些大城市去 去找那些芭蕾舞团 去跟他们一个个谈 说你们谁有时间 能到我在的这个镇上去 帮我们进行这些议演 或者指导我们那些小朋友 喜欢芭蕾的小朋友 她就这么不停的去谈啊 我们可能有的有的朋友听了说 这孩子这浪费多少时间 这干嘛呢这 她一直坚持下来了 后来真的去了 真的有人去了 她真的跑到小镇上 就组织了一个那种 类似于业余的一个芭蕾舞俱乐部 其实没有什么组织啊 就是属于什么 比如说隔两周隔三周隔四周 然后有人过来指导一下 或者给你们表演几个片段 你们讲讲芭蕾故事 她组织一些展览 展示给大家看 那后来她是被滕小录取了 就这个孩子 她的成绩很一般 不是说差是正常 就没有说很出挑 说完美的成绩没有 但是她把她所有的业余时间 就用了做这件事了 她喜欢她 她喜欢发雷 还有一个是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 一个孩子啊 这个女孩子呢 她呢是在这个 美国读高中 她是重庆人 这个女孩子 她的国际是中国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中国申请人 比加拿大申请人还要难啊 因为中国的申请人的池子太大了 竞争太激烈 那么她她 这个孩子是重庆人 她自己的文科比较感兴趣啊 那对文科比较感兴趣呢 那个 但是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啊 后来我们沟通了之后呢 就建议她回重庆的时候 利用一个暑假或者寒假啊 或者几个暑假和寒假 去做一些讲述 口述历史的一些活动 什么叫口述历史啊 就找当时啊 参与过这些事件的人 然后把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他们当时对这件事件的一些感触 给记录下来啊 做一个小的一个项目 她做了这件事 她选的主题就是驼峰航线 大家可能对驼峰航线有点了解啊 就二战的时候 美国那个派他们的飞行员 来支援我们中国人 在抗日的时候对吧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航线对吧 然后给我们进行给养一些输送啊 她做了这样的一个讲述 后来她做了这个小的project 在她后面的申请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她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 斯坦福大学非常难录取啊 好 那基本上呢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一般同校的一些情况 还有说这些学生都什么样子 呃那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 我看还有多少时间啊 还有点时间啊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那个开始进行这个问题了 可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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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好像没静音 不好意思啊能不能静音一下 我来说一下我看大家在说免学费的问题啊 我先说一下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 呃一般来说呢 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 对于所有的申请人 不管这个人的国籍就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这个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 只要被录取了 那你的家庭收入 因为大家都有报税单啊 家庭收入是低于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收入啊 美国中位数收入是七万多美元 他每年有点点差别差别啊 七万多少得每年看一下 但就是七万多美元 那么所有低于这个中位数家庭收入的学生 只要被他们学校录取了 基本都是免学费的 然后具体免是说全部都免 呃还是说连你的住宿费也包了 只要看你家庭收入多低啊 他们是有标准的 嗯 那么其他的学校 呃基本只对美国学生有这个 有有有这样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因为必须对美国他们自己的公民啊 那么不免学费的情况下是怎么样的呢 大部分的学校 比较好的学校 比如说长青藤的学校 有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他有奖学金 就给国际学生要奖学金 但是这个是要求孩子学习好啊 这个是merit based 就是看成绩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有贷款 就是你上大学可以贷款 啊这个贷款是无担保贷款 注意啊无担保贷款 就是说你不用说抵押房子呀抵押车呀 不用的 你只要就是开口 说我要我要 我没钱啊 我要贷款上学就可以 然后你可以选择 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反正慢慢还 就毕业以后开始还费 好就学费方面的问题啊 录取方面肯定会比较难一点啊 就是比那个 我说录取方面难一点 就是说录取肯定会比你本身是美国国际的孩子要难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呃我们也看到刚才的数据了对不对 就是说相对而言呢呃 他不会招那么多的国际学生啊 比起他招的一个本土的学生来说 嗯 对有的学校是 如果你申请这个financial这个support 会进入另一个池子 是的 所以一般的孩子都会先不申请 然后等到如果真被录取了再说 嗯 真被录取了你也可以申请他的那个其他的support 啊 在美国读不起书 读不起书这事比较少见啊 就是我 我在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们有的同学呢是从那个孟加拉来的啊 孟加拉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那个是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里面的这个第三名啊 哈 就是真的是很穷的国家啊 还有从阿富汗来的 大家想想 那这些国家的孩子都是通过这个申请贷款读的书 要不他们不可能能读书的 好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除了这个学费方面 呃 呃 我对我对大家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说首先可能得跟呃 孩子先沟通一下 就说孩子喜不喜欢去美国对吧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那个本科教育不太一样 就是说美国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就是说希望孩子要不停的去探索 呃 而不是说按部就班的就给你布置好课 对吧 你每天就上一二三四五六对吧 就上上完之后就考考完之后过 过完之后呢就毕了 他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比较有好奇心比较旺盛的孩子 或者比较愿意就这种探索欲比较比较旺盛的孩子 在美国的收获会非常非常多 呃被在加拿大被大学录取的是否可以 当然可以啊 那个如果按录取时间来说 其实你应该是先申请美国大学 再申请加拿大大学 因为美国大学这个申请的截止时间 应该是比加拿大大学早 研究生和博士是不是比本科容易 这个要取决于就是你是怎么规划的啊 就是比如说本科的话呢 呃 好我先说一下这个各自的优劣啊 本科生的好处是 基本上你对这个社会的融入程度会更高 而虽然我是研究生去了美国读 但是我我我稍微有点骄傲的说 我是属于一个比较个例的一个现象 我在美国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高中就来美国的啊 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问题 所以他们觉得我很想美国人 但是绝大部分如果要是这个硕士 或者是博士再去美国读的孩子 相对本科就来美国读的孩子 就社会的一个融入度啊 是不太一样的 我知道大家会说我孩子在加拿大去 但加拿大也是个独立的国家 加拿大跟美国也是两个国家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点啊 那么呃 然后 这是第一个 就是大家要考虑的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申请这方面 申请而言呢 相对来说可能本科啊 确实是可能比研究生或者博士 比如说申请这个藤校 如果都说藤校啊 要稍微难一点 这是肯定的 呃 但是呢 如果你本科研究生或者博士 在申请的话呢 这个奖学金方面呢 可能不一定比本科容易 我要说清楚啊 如果你申请研究生 比如说硕士啊 我这种去拿到奖学金是非常非常少的 基本上四五届 四五年录取的中国人里 只有我一个人能拿到啊 就属于外国学上能拿到的 那么 如果你去只读一个硕士 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 一年半或者两年半这种的啊 那么他的这个奖学金 申请到的比例非常小 我来说一下啊 非常低 那如果读博士的话是有可能的 但是博士是读五年 你本科毕业 基本就可以去申请读博士 那么五年不一定能毕业 我要说清楚啊 而且能给你奖学金的一般博士项目 都比较苦 我说的苦就是说这个学科比较难 因为我接触的博士太多了 很多人都是读六七年都毕不了业 如果你也是读 就是就看你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就是一般读博士的人呢 都是因为我就是致力于这个做科研 我就想一辈子做科研了 哦 oh 心无事的 可以说可以 可以决定的 O.C. 同时的 O.S. 学会和 Canadians ول的 可以决定的 only one sure you can you can just apply for both so the early decision actually it is take like they have a difference and line for difference countries so the and line for early round in US is usually like in the late of November or in if my memory is correct I think for Canada it is more like it is more like around the end of December or in the early of January so of course you can apply for both 就是对于早申请 有人问早申请可不可以 这个加拿大和美国都申请 可以 加拿大和美国的申请 他们那个早申请轮次的截止时间 我记得是不一样的 美国一般最早申请的那个截止日期 是11月底或者12月初 因为他学校不一样 所以他有一个波动 但基本就是这个时候 那加拿大的话呢 如果我记得是没错的话 好像是12月底和1月初 他应该是比美国会晚 所以是可以的 每年几月份开始申请 每年几月份开始申请 一般就是 他截止日期是我刚才说的 比如说11月底或者12月初 但是美国孩子一般开始申请 都是从九年级开始做准备了 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需要SAT成绩 那我在上周的那个讲里面分享过 SAT考试呢 大部分孩子至少要考两次以上 我说的是英语母语的孩子 至少要考两次以上 才能考到一个还行的成绩 我自己的经验是 因为我教的很多孩子 其实都是英语母语的孩子 都是这边的CBC 他们绝大部分孩子都要 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SAT这个考试 至少准备50个小时左右 就50个小时是上课时间 没有包括孩子自己做练习的时间 做练习的时间 至少还得比这个双倍 50个小时 所以一般孩子是从十年级就开始考 因为SAT的有效时间是两年 那同时因为你还要兼顾你的学校成绩 你还要兼顾你其他的一些安排 比如说你的课外活动 对吧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你兴趣爱好的事 你要做设计 对吧 像刚才我说的 要根据你的爱好 给你想一个亮点出来 如果你前面没有的话 如果你有了 那么我们要整理看看到底怎么做 包括你还要上AP的课程 AP的课程就像我说的 当你的申请的小朋友们全都有AP课 只有你没有的时候 你最好有一个解释 为什么你没有 或者你有IB 就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很多孩子愿意选AP 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AP你可以选 你想考哪门 IB你所有的课都得上 就相对来说 你的GPA 就是你的成绩 可能没有比AP那么容易拿到 他们都能换大学的学分 所以如果你AP选的多 我是知道了 孩子在考哪三年本科毕业的 省了一年学分 一整年 而且三年是读了两个专业 那么这个AP的成绩 每年它是只有五月份考 AP课每年只有五月份考 所以这样的话 就要提前规划 比如说一般你要考三门 或者四门AP 那你什么时候上 学这个AP对吧 然后因为你还要准备ICT 你还要准备你的本科 你要准备你本来学校的 这个GPA这些考试 所以你要有一个规划 所以你问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那很多美国孩子 从九年级开始准备的 但是你说如果要是 就是写录取文书啊 什么申请什么时候 那就是截止日期之前 你找交流就行 对 那低于年收入 低于七万美金 就会全免学费吗 不是啊 不是所有学校都这样 我再强调一遍啊 刚才我说的 低于七万美金左右 全免学费 是三所学校 对于国际学生是这样的 这三所学校是 哈佛耶鲁普里斯顿 先申请大学 不要申请financial support 录取之后 根据收入获得减免 是这样啊 如果这个学校提供的是 need based need based 就是根据你的家庭收入 自动给你减免的话 那么其实你不用申请 它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成绩 就是不是成绩 对不起 根据你的这个报 就是你填表时候的信息 就会帮你自己自动匹配 就像我说的哈佛耶鲁普里斯顿 这三所 那么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因为绝大多数学校 对国际学生 加拿大也是国际学生啊 国际学生都没有这种优惠 那么一般情况下 你是要单独申请 就是financial support的 那么你申请financial support的时候呢 就要看你家庭情况 如果你觉得 我先不申请financial support 就算我以后得不到 我也还能上升 上升去学 对吧 我有办法 对吧 OK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问题 我建议你先不要申请financial support 然后录取之后呢 再看说 我能不能 这个有奖学金 我能不能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借学生代官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你说不行 如果我不申请financial support 这个学校 我没有办法读下去 那肯定要申请啊 对不对 哪怕因此影响你的录取率 那我没有financial support 我读不了书 那怎么办 那肯定要申请 对吧 哪些学校need a base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只有三所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是need a base的 对于美国学生来说 很多所都是 但大家可能 孩子大部分都是 加拿大级的吧 加拿大级属于国际学生 只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好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感谢大家 申请 对不起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问了一句 申请美国大学 是不是入籍加拿大 我 我 不好意思啊 我没太理解您的意思 您是说要申请美国大学 一定要入籍加拿大吗 这个看您自己啊 就如果您的孩子 是要以中国籍申请 美国大学 当然不用入籍加拿大 对不对 如果您想让孩子 以加拿大籍申请 那您肯定得入籍加拿大 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 您明不明白 就是中国籍 加拿大籍 或者是什么英国籍 法国籍 都属于国际学生 对于美国人来说 因为除了美国籍 都是国际籍学生 我这么说可能 是不是好理解一点 孩子9到12 9月读12年级 这个 这个就稍微 稍微有点晚 就是准备 因为SAT可能也没有考 不一定没机会 但是可能疼校的可能性比较小 我应该这么说 如果您想让孩子试一下 比如说美国其他前30 或者前40的学校 其实前40的学校都非常好 说实话 都比加拿大的学校排名好 那么也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孩子时间很紧 得马上开始 这个是我给您的一个建议 Need a base Need a base 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Need a base的意思 就是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情况 他自己判断给不给你钱 那这个所有根据你家庭收入情况 决定给不给你奖学金的学校 针对国际学生 也这样的话 只有三所学校 这三所学校是哈佛 耶鲁普林斯顿 加拿大籍是不比中国籍申请容易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对 因为中国籍的孩子 这个 咱们这个竞争的 这个竞争太多了 咱们一起竞争的对手比较多 好 基本 我看大家基本问题差不多了 是不是 几年级开始准备AP 我带的孩子一般都九年级开始准备 九年级开始准备 然后九年级五月份的时候 先考 先考一门 或者两门 看当时他的准备情况 十年级再考一门两门 十一年级再考一门两门 能考出来大概三到四门 如果你从十年级开始准备 当然也可以 你说我从十一年级准备 也可以 但是十一年级的话 就是孩子压力比较大 就是说需要 就是别人可能可以分散 读得没那么累啊 可能你相对来说 可能会累一点啊 加拿大PR不是中国籍 加拿大PR的意思是 加拿大合法居民 就是你的国籍 仍然是中国籍 你是在加拿大 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中国人 所以你是中国籍 没有AP也可以 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申请 美国好学校的孩子 都有AP成绩 所以就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如果您没有AP的话 您有IB也可以 如果IBAP都没有 那就最好就是 在写文书的时候 要跟录取委员会说清楚 就说您为什么没有AP 因为其他小朋友都有 对吧 那一共需要考几门 AP课成绩 现在平均而言 一般孩子是三到四门 平均啊 当然有的孩子说考很多 说考了五门 对吧 六门 有的孩子说考两门 也可以 但是一般至少得有三门左右 或者你说我一门都来不及了 我至少有两门啊 那也能证明你在挑战自己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 第一 给你把成绩拉上去 第二 证明学校 哎 我能上这个AP难度的课 我是愿意挑战自己的孩子 哦 嗯 AP有哪些课 这个我给您贴一下 啊 等一会啊 因为AP的课特别多 我稍等啊 我帮您找一下 这个AP的课比 稍等一下 因为AP的课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文科 理科语言 所有的课都有 所以 好 好 你稍等一下 我贴到图画框里啊 只要大家都能看到 嗯 我看我接一下评吧 来 这个是 哎 这怎么 哎呀 这个 这个好像截屏的图 还贴不上来 啊 呃 没事 没事 那这样 我 我先跟您 我先跟您说一下 这样吧 我先跟您说一下 大概说一下 不好意思啊 然后晚一点的时候 我发到那个发给班主任 班主任发到微信群里啊 AP的课啊 特别长 他分好几大类啊 第一大类是艺术类 艺术里面包括2D的艺术和设计 3D艺术和设计 艺术史 绘画 音乐理论 第二大类是英语 英语就包括英语言文学 对吧 呃 还有英语言文学和这个比较文学 第三类是历史社科类 那就包括比较政府和政治 欧洲史 人类 呃 人类地理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心理学 美国政府和政治 美国历史 社世界历史 现代世界历史 第三大类是数学和计算机类 包括这个微积分AB 微积分AB就是微积分初等啊 微积分BC就是读完AB才能读BC啊 然后计算机A 计算机理论 统计 那下面一类是科学 科学包括生物化学 环境科学 物理一 物理二 呃 物理C C里面还包括电磁和这个动力学 那AP还包括历史 而不是这个世界语言和文化啊 这些里面就包括中文 法文 呃 德文 意大利文 日文 拉丁文 西班牙文和西班牙文学 对 所以这个AP的课单特别长 一般的孩子呢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说白了吧 就觉得自己哪个课可能考出来 会选啊 呃 我教的孩子呢选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如果你想读就是这个理工科的可能就是一般AP数学都要读一下对吧 AP的那个微积分啊 然后还有AP的就是这个什么生物化学这个可能会选一个物理会选一个三个选一个 还有很多孩子呢除了这这两个部分一定要读以外 很多孩子会选美国历史啊 美国历史为什么重要呢 还有美国政府啊 那是因为这些或者微观宏观经济学 那么这些选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孩子要证明我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对你们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有有感观有了解度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融入美国课堂的一个部分啊 好 那个AP的课程啊到时候晚一点我可以发一个那个截图到群里大家可以看 IB啊 IB它不是像AP这种一门一门的课啊 IB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学位证书一样啊 一般要看你孩子的学校开没开这个 如果你能选上IB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说从比如说十年级就开始啊上 九年级上pre-IB 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 一直要上IB的课 这下IB的课就是有语文 对不起语文 就英语啊 数学啊 这个科学啊 一直上 这难度比别的还是高 全部都上好以后 最后你得到一个IB的毕业证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那个 我教什么课啊 呃 我其实主要是SAT还有AP的课 主要是我在教 然后另外我我我其实最重要的功能是 提供一些升学方面的一些文书方面的建议 还有孩子的整体规划 但是因为 呃一般的孩子呢 他们在AP上面都比较需要帮助啊 所以我在AP上面会教他们 我AP上面是教这个 呃我是教这个文科文史类的课的 就是AP的呃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呃 AP的这个心理学 AP的美国历史 美国政治 这些我都是在教的 是我在教的啊 好 那个我 好 基本上这些问题都有了 AP和IB与高中所学有重复吗 呃 AP和IB可以这么想吧 就是说 比如说你孩子在高中里学的数学 比如说 等级是1 举个例子啊 等级是1 那么AP和IB呢 它的等级基本就是要到3或者4 就是这样 所以您说有重复吗 也有 因为呢 他们都是数学 对不对 但是他们要学的比这个 学校学的要深 AP和IB呢 其实说白了 就特别是AP啊 它就叫叫叫这个 叫 呃 advanced placement 就是说 大学预修课 说白了就是 就是给学有余力的孩子 让你在高中证明 你就可以学 学大学的课 然后AB的总分是这个 满分啊 是5分 12345啊 5分 那么每学课不一样 如果你达到一定的成绩 比如说4分啊 就每个学课不一样啊 一般是4分 有的是3.5分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这门学分 带到你的大学里去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所有的大学都要求 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一定要学什么呢 一定要学这个人文类的课 一定要选一门 比如说你在高中里 学了美国历史 那么你这个美国历史AP成绩 带到大学里 就不用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再学学校要求的这个课了 你就可以把时间 就是空出来 去选别的课 比如你觉得更有意思的课 对吧 现在网上教学 对我现在可以网上教学 对 好 学了AP和IB 是这样啊 如果您的孩子 学校里有IB这个课 那么他IB 肯定学了就不用学高中的课了 因为IB就在高中里面嘛 对不对 那么学AP的话呢 如果有的课有重复 实际上他们两个 可以互相进行一个巩固 但是AB的难度 是比学校的时候高的 对吧 而且尤其是去美国嘛 因为加拿大也不会教美国的一些课程 是不是 而且加拿大的高中里面 比起美国的高中啊 因为我带的孩子两边都有 实际上难度是低一点的啊 那么 相对来说呢 你在高中学的课程 只是说你的一个基础 要保证你高中的成绩 AP和IB就像类似于那种 课外辅导班一样 对吧 就是给你拔高 提升难度的 我这么说 我想您可能明白了 好 如何选择early 您说early round的那个学校啊 那个得根据您孩子的SAT啊 平时的成绩啊 孩子的兴趣爱好啊 就是得整体进行评估 就现在因为美国三千多所大学 所以这个在选的时候 肯定是要花挺长时间的 这个没有没有一个 呃 说马上肯定 就符合这几个标准 肯定就要选的 您明白吗 这个可能需要是下面单独谈了 好 那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这个踊跃的参与 呃 那我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然后后面就把时间交给这个 维多利亚的其他同事 好吗 好谢谢大家 诶 那个Livia老师 好久没见你啊 我是萧嫂子呀 诶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谢谢啊 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 谢谢 这个这个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如果我们感觉 那个 这个我们的Livia老师讲的对您有收获的话 我们敲一个1在我们的chatting里边大会儿集体敲个1对老师表示一下感谢好吗 这个如果您觉得老师讲的真好啊 可以敲一个1 哇哦有这么多人调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太棒了太棒了 好的那个是这样子的啊 亲爱的小伙伴们 因为那个我们加大于今天呢是一个四个小时的讲座 然后Livia老师讲的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块啊 就是滕孝这块 因为我自己呢 这个也非常有幸当了一个滕孝的妈妈啊 所以呢 所以这个对这个这个事情呢还是很有感觉的 那我也希望大家呢 其实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一块啊 那个Livia老师自己刚才那个沈教授 我给大伙介绍过他自己也是康奈尔的高材生啊 呃 滕孝这块呢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大家呢 这个看一下具体的最主要我们是从九年级开始 九十十一十二就四四年 然后还是太小了可能可以来了解一下 但是呢 这个可能估计太早了 九年级开始呢 因为他就是滕孝申请的时候这个成绩就算了 所以这个最晚呢 我也希望大夫就不要再晚于十一年级啊等等 九年级开始咱呢 就是说呢 每年会帮助大家整个滕孝的这一套体系走下来 然后呢 这个包括呢 这个具体的啊 比如说要了解基本的性格测试啊 相应报告啊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呢 会给大家呢 做这种就是每个星期 每两个星期都会一次见面 那这个见面呢 就非常重要 它因为根据 因为呢 这个家就是美国这些滕孝呢 它的这个每个学校的这个 它的特点不一样 像有些孩子呢 这个它可能适合啊 这个哈佛 有些孩子可能适合呢 这个哥伦比亚 这都是 这都是这个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呢 那利维亚老师会帮助大家 在九年级就开始做这个呢 预测 然后呢 我们定准几个目标 因为呢 我们像田击赛马一样 一类学校 二类学校 三类学校 然后呢 它的三类不同的学校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就是说呢 来划分 所以这个叫孩子 要从娃娃抓起 九年级呢 孩子基本上就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就得开始了 因为九年级的暑假 就得呢 开始这些东西 都得写在那个纸上 然后写在那些表格当中啊 然后十年级呢 就开始要考试了 SAT啊 SAT1 SAT2啊 然后AP考试啊 哎呀 我记得当时这个女人啊 是每个星期的时间表 就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啊 这个排着一行一行走下来 真的是不容易啊 然后再另外呢 就是说呢 十一年级 就开始要冲刺了 冲刺呢 就是说呢 这个你学校标准化考试 另外呢 冲刺课外活动 实际上我来跟大伯讲的 这个藤校里边呢 它是有纵坐标 是横坐标啊 像固定的 就是考试的那些成绩 你就必须好 比如说你 至少在学校的成绩 要95分以上 然后呢 你必须那SAT1 比如说至少是接近满分 SAT2必须是800满分 然后呢 AP至少考五分 这都是 就是说硬质标 然后再下面呢 就是说一些软性的 那这些软性的 比如说你的课外活动啊 然后你参加的 这个化学竞赛 数学竞赛啊 然后呢 包括就是等等 那这些呢 我自己认为呢 孩子自个做不了的事 就是说你让一个呢 你自己想想 咱在他们那个年纪干过啥 然后就是傻乎乎的啊 然后能自己自律 说哎呀多些点东西 都已经不错了 孩子干不了 这个事呢 必须爹妈一块来干 这事才有可能成 所以为什么说 孩子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父母 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就是说爹妈 你自己可以懂 而且你得有这个概念 你得知道你给你孩子留作金山 你都没用 你不如呢 给他能够让他上个名校 他就此事业开阔 他就此呢 他接触的人 他接触到周围的那种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我跟我女儿啊 她现在在哈佛读博士嘛 然后她的本科也算是 叫不叫藤校 但是也是排名第四 就是芝加哥大学 然后我跟她前几天还在聊 然后她说 我太喜欢剑桥小镇了 那因为你在剑桥小镇呢 就是哈佛MIT嘛 你能见到 就是所有的 你觉得最top 最顶级的人 就这种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啊 我自己就是说 也算是一个过来人 我讲的都是肺腹之言 我觉得呢 就是家长这个话 一定要使劲 那十二年级 就到了最后时刻了 那你呢 就是说 那你就开始 IC啊 就是说暴读学校了 暴读大学了 然后你自己这个early啊 怎么去暴读 对吧 EA啊 然后呢 包括这个ED啊 等等 就这些 这些呢 我说实话啊 普通老百姓 爹妈 自个儿 你有那个心 你也没这个能力 就是你没走过 你就是没走过 咱们自个儿 也没上过腾校 咱们自个儿 怎么能去说 咱就给孩子整整 所以呢 那现在呢 为啥这个 就是相当于 维多利亚这边呢 我们是跟那个 谁也是啊 这个腾校直通车 这个大家呢 一起来做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事特别有意思 然后呢 而这个 Livia老师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 相当于 这个晚辈的好朋友了啊 我觉得呢 也是干净利索 干事呢 干得很漂亮 所以我对这个事呢 是挺愿意做的 因为我觉得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别的不说啊 你要是说 能把咱华人孩子 都能够送进成效 你想想咱的地位 大伙想一想 你说咱的地位 是不是真的不一样 而且你说 咱出国 咱都这把年纪 咱这辈子 能有多大的出息 真很难了 英语是个障碍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年纪是个障碍 但是呢 咱为啥出国 我说的最实在一点 为了孩子出国 为了下一代出国 值不值得 值得 真的 我很公正地讲 我是从青岛啊 我原来中国孩子大学 我留校了 我在大学里当那个 相当于就是做行政啊等等 多轻松啊 多好啊 咬着牙还是出国 到澳大利亚读书 又到这儿来 我现在 你说现在 哎呦 做威多利亚苦成这样 累成这样 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呢 我别的不说 当然我自己找到 一份自己的事业 但我觉得 我觉得要是说 女人在中国 咱就是多么权贵 多么显贵的身份 都没办法说 你想让孩子上 哈佛就上哈佛 我讲的都大实话 真的是这样 你听校长讲任何东西 我讲创业 讲职场啊 那么所有人都说 校长讲这好 我讲都客实在 好吧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父母啊 如果真的说 哎 我有兴趣啊 这个了解这一块 然后呢 认真思考一下 认真 就是说自个 摸着良心 问自个说 我想不想让我孩子 出人头地 我想不想让我孩子 真的能够发挥他的潜能 这件事 只有你说了算 你孩子 他不懂 他不知道 他太小了 你看他像个大人一样 哎呦 这个什么 交个女朋友啥的 没用 他还是个孩子 所以呢 电话认真思考一下 好吧 费用呢 反正是在这边有 就是按年按年 然后呢 每年 然后呢 因为人家老师的服务在这儿嘛 然后你想每个星期 给你这个是值钱的 而且你孩子 这一 真的 咱那说的实在点 真能上个疼笑 你说咱这后半辈子 干啥不开心呢 开心呢 咱腰杆挺直啊 咱赚钱不多 咱也开心呢 所以只得花这个钱 就是钱 这就是花在刀子上 你把它 你把它留下来 说哎呀 跟我孩子买个房 有啥 没用的 真的没用的 他到 等他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压根 你就不需要再去想 他将来怎么办呢 找啥工作等等 思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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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我自己啊 我都觉得 哎呀 这个像我女儿 她是在经济研究所 哈佛那边最大的一个 她是最年轻 也是唯一一个华裔 他们前一段时间 刚刚就疫情期间 他们三个大教授 领着这些孩子 领着这些博士生啊 她是博士嘛 然后弄出一套模型来 纽约市市长 纽约时报 华盛顿周报 全部投版投条 然后报道 然后她也是其中一个参与的 我真觉得 哎呀给华裔 真光啊 就真光啊 一看一看 这中国孩子能干到这种事 就是这个位置 不是不一样的 所以啊 我希望 我一个过来人的事 能跟大家讲 这个事挺重要 大家呢 这个 用心思考一下 而且不是说 这个天价 一下收 几万块钱 要了命 几千块钱 一年 孩子呢 就是 你知道孩子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当你给他看到的 更远 更大的picture以后 他会有这种 潜能发挥出来的 他会说 哦原来实际上 我可以过这种生活 我可以过这种日子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最大的责任 我们可以说 啊我很佛性啊 我无所谓啊 孩子读着啥大学啊 上个大专专科都无所谓啊 但是我觉得 我们有责任 作为就是说 一个家长 让孩子知道 他有更多的 更好的选择 就他得有这个选择 他得知道说 哦原来 我可以站在那个山顶上 你从来不领他去看 他就永远在这个地上站着说 哦就这样就这样 这是不对的 这是家长 极不负责任的 就是这要独职罪 你知道吧 就是你不能犯这种独职罪的 你作为一个爹妈 你把人家生出来了 人家叫你爸妈 你不给人家把这事干好 这是不对的 我讲的都大实在啊 那个所以 九年级呢 是六千五 十年级七千五 十一年级是八千五 然后十二年级是九千五 好一块弄的话 然后呢 是有个什么优惠啊 是二 两万八千多吧 反正就两万多啊 然后这么一个数字 这个是加币 还是美金的啊 这个大家呢 反正 如果有兴趣呢 这个可以单独聊 那个谁啊 跟这个Livia老师 约个一对一 约一对一 大伙要进群 进群呢 我们有一个 滕孝班主任的群 滕孝班主任的 那个二维码在哪 让我看一下 滕孝班主任的二维码 然后呢 可以扫一下 好吧 然后待会那个 该问啊 是不是那个 那个有二维码在后面 是吧 对 校长 你带给我设成host call host 我现在不是call host OK 好的 那个我把二维码 给大家打一下啊 所以滕孝呢 就是这样 就是当然呢 这里边有些单可服务 比如你要考AP呀 然后呢 你要考SAT呀 那是单可服务 但这个是一个直通车 就是整体的 每周孩子见一面 我记得九年级 这个具体的啊 需要滕孝班主任 因为校长是那个什么 我看一下啊 他是 分别三次啊 前面是三次 然后一对一 后面是每两周一次 后续辅导 十年级呢 就是每 也是每两 每两 每两周一次 但是这就增加了 十一年级就开始一周一次 十二年级得偏凡见面 然后呢 一周两次 为什么呢 你得写essage的 那个时候天天天天整 哎呀 挺要命的 孩子干不了这事 这是一个宏大的 庞大的工程 我跟大伙子讲实话 真的是这样 我当时花了大量的时间 然后这个折腾这个事啊 这个值不值得 值得 当然值得了啊 所以这是咱一辈子 咱这活着干嘛 活着就是为下一代 你看我这么新潮的人 都不得不说出这句话来 那下一代怎么优秀 上好大学啊 上名校啊 必然优秀啊 你看有多少个 说是农民 最后他做的 很成功的事业 有多少个 哈复出来的 最后事业很成功 这不用说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呢 花多少时间经历 这点进去 都是值得的 好吧 那个 大家可以约那个 就是那个老师 给孩子做一对一 这个是免费的 每个人大约15分钟 但是得进这个什么呢 进这个 这个叫 藤校 这个群里边 去接龙 然后呢 接了龙以后 然后呢 就马上 因为他一共是 只做十个一对一 好像 这个老师是很值钱的 他忙得不得了 然后呢 咱做完一对一 觉得这个孩子 咱这孩子 是这么块料 然后呢 咱就咬牙牙 往前走 然后呢 如果呢 咱这孩子呢 咱自己觉得 人家老师做完了 觉得好像 上个多大也不错啊 上个那个 花点楼也挺好 这个 或者说上个约克也挺好 咱那就不花这个钱 我讲都是特实在啊 那如果说这孩子 是有这个钱 我看过我几个朋友的小孩 他们找我 有时候啊 我也给他们就是偶尔做做 校长这个 我觉得他们其中有一些孩子 真的是有钱 有些孩子真的就是爹妈不懂 如果爹妈真的懂的话 我敢讲那些孩子 就是爹妈吃势劲 这孩子会能够给弄起来的 好吧 就是所以他们这个服务呢 主要是两种啊 就是两种 一个是这个藤校 藤校呢 大家呢 一定要跟老师做个一对一 毕竟呢 不是一个小数啊 几千块钱呢 一年 然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呢 科后辅导 这是两件事 藤校是一条领 科后辅导呢 就是都是小班 我觉得科后啊 辅导这个一定要应对 为主的一对一的 然后呢 他比如说 是这个80 然后呢 这个80块钱一小时 然后一对五是40块钱一小时 有几种报名方式啊 打电话呀 或者什么都可以 这个呢 就是他当天报名是一个优惠 应该是这样 这个呢 大家呢 这个就不用什么 一小时两小时的嘛 反正买个十小时才400块钱 就不用说多犹豫了 就给孩子试试 然后霍老师也非常好 因为霍老师我也认识很久 他也是博士嘛 然后你可以远程刷卡 Z666 51888 然后呢 可以微信转账 可以扫二维码支付宝啊 这都很容易 好吧 然后再另外 因为我们日签呢 是要 对 这边是暑假 有一些机器人啊 PASAN啊 C++啊 这也是给孩子 培养一个那个兴趣 这块应该那个 这个 应该那个神教授 已经说过了 应该啊 因为滕校呢 他逼着我来收个场 他说校长 你一讲滕校 就两眼放光 你来收个场啊 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那个什么 就是校长会给大伙 也讲一下滕校啊 如果注册学员呢 我也会自己参与 亲自来辅导一下 因为我觉得 没有什么人生啊 或者没有什么 比看到年轻人成功 更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真的 希望都在他们身上 就是说看到他们 我们是无比无比细微 再苦再累 然后你都会觉得 哎呀 太值得了 咱的一生也算是 没有 没有白白度过啊 好吧 好 那个 大家怎么进群啊 等我一下 大家别 跑掉啊 我把那个什么 二维码给大家打出来 对 校长 你把我设成 call host 这是什么 这是个 webinar吗 这不是什么 不是 这不是 webinar 这是Zoom 那个 Zoom啊 我出手了 看到了吗 这个Vectoria Center的那个 就是我 Vectoria Center的那个 他的二维码我问一下 我看一下 那个 没事 我这有 他说是教授 你的超级大级啊 看着 那个 我用Zoom用的 我用那个什么 用的比较熟啊 对 等我一分钟啊 大家 我把那个二维码拿出来给大家啊 那个 呃 我看一下 我这有校长 Vectoria Center 是吧 对 Vectoria Center 是吧 Vectoria Center 是吧 Vectoria Co-host 好 Do you want to make a yes 好 ok了是吧 我把二维码拿过来 那个猫力大姐是班主任 所以她呢要负责给大家预约 然后那个谁 那个Livia能约十个吗 Livia老师 可以 十个可以 是吧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一个人 什么时候开始约 八个人 十个人吧 我都答应人家十个人了 你看我替你们争取福利呢 你看啊 ok 所以 时间特别紧 那实践实免行吗 我知道她忙的不行了 然后这样大伙啊 这个上面 这不有两码吗 大家看到没有 上面这个码呢 大家现在就扫一下 能放大吗 那个谁呀 那个Gavin 能放在屏幕上 咔嚓放大 这个 上面这个码呢 叫那个 就现在这个 对 这个呢 是腾校班主任 Molly大姐的 然后大伙呢 这个扫一下 然后回复腾校 她就把你拉到腾校的群里 现在已经开始接龙了 因为你想人家免费也做呀 这个老师一对一老贵了 她要正常收费的话 一对一 这个好几百块钱 所以你就 你就赶快进去接龙 她现在是接十个名额 就是呢 她跟你孩子聊 跟家长聊 然后呢 聊完了以后觉得这孩子 咱有没有希望 就希望咱就往前走 要一咬牙一跺脚 就给孩子付点钱 就跟着她走就行了 然后呢 这是腾校的啊 另外呢 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共学营嘛 如果大伙呢 没加入到我们的共学营 因为维多亚有 一群二群三群四群五群六群 现在第七个群了 维多亚是干啥的呢 我们 我做了21年 我是专业做职业 这个培训 就是帮一个学生找到工作 数据分析啊 然后SaaS啊 然后呢 就口译啊 电工啊 然后呢 IT啊 会计啊 金融啊 我做这个方面的 然后另外呢 投资培训 我们现在投资培训 居然成为最大的课了 然后呢 创业培训 然后就是怎么样 个人品牌 企业品牌 然后呢 互联网营销 然后内容营销 这都是我们100多门客 然后那我们呢 打造了共学营 就是3月23号开始啊 一直到现在 然后呢 每天晚上 周一 周三 周四 周五 四个晚上 八点到九点 疫情来临之后 3月23号 第一场讲座 是我讲的 我讲那个创业 哎呀 很多人 这个这个朋友 创业朋友 讲到心酸之处都哭了啊 然后呢 第二场是我讲的 就是3月32那场 我开的厂 我讲职场 就是我是专业做职业规划的 这个年轻人呢 等咱孩子上大学以后 然后如果他们毕业 想找什么工作 这个校长可以给大伙 免费讲一讲啊 另外呢 你们到哪能找到 这些视频啊 这些视频呢 是大家呢 这个到YouTube账户上 就是说你 Vidoya教育集团 然后呢 YouTube账户 然后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 3月23 和3月32号 我也讲过一场藤校的 然后当时 是这个5000多人啊 这个这边是 这个好几百人反正 但那个我没对外 因为那个设计到太多 我自己个人的隐私 包括整个孩子成长啊 等等 然后呢 我也想看看 这个大家反正在公学营里待着 然后我可能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然后呢 会讲一场藤校 我自己再讲一场 好吧 那个我觉得对父母可能还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 所以大家呢 如果没进公学营 你就扫一下这个亮亮小助手 回复呢 维多利亚 然后就进公学营 回复藤校 进藤校群 回复维多利亚 进公学营群 好吧 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呢 开始是四场叫做白领职场营 然后这里边呢 就是周一是CIBC的23年 奥地停办理者 讲什么呢 怎么样找银行工作 周二呢 是讲那个Adobe 怎么样进这些大公司 然后做pre-sale 然后周四呢 是讲那个BA 就是business analyst 周五是讲呢 这个叫 叫什么来着啊 叫财务分析师 好吧 很漂亮啊 这些图案子做得很好 那我可以进层校看一眼 好不好 这是我们四场嘛 周一周二周三 不是周四周五周三 是7月1号 叫白领职场营嘛 大家这个 跟最好的别人学习 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是校长的建议啊 所以我们这样 要想了解啊 藤校就进去接龙 然后呢 想做一对一 然后报一对一的课 那个就很简单 就直接可以 就是说刷卡下单的 今天是有一个 九折优惠 就是报那个一对一啊 当天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打电话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 曾经群吧 会把信息在群里头发 直接找猫里大姐也行啊 早上面是藤校 早下面是那个 就是 维多利亚 好吧 给大伙一句 励志的话 我们龚学营一般都会有一句话 叫日签 另外呢 也会呢 就给大伙放个音乐 啥的啊 搞得不一样 明天晚上八点钟 是校长的主场 今天是校长过来 可以大伙相当于聊几句 然后大伙可以听一下啊 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校长讲 很实在 然后又很励志 然后呢 今天的日签叫 纵使现实的绳索 捆绑了梦想的翅膀 依旧要挣脱 这个枷锁 飞翔 谢谢甘文啊 这句话校长说的都要流眼泪了 纵使现实的绳索 就是现实有太多太多 就是人到中年万事不宜 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 现实我们呢 受到钱的限制 我们受到呢 身体的限制 时间的限制 但是呢 这些捆绑了我们 这个梦想的翅膀 我们每个人从小时候都有一个梦想 但是呢 就是说 这种平凡的生活 把我们的 reach和我们的梦想 全部都磨平了 我见过太多太多人 真的是这样很优秀 但是就是缺乏锐气 他们没有对生活的追求 所以呢 这个每次看到这种话语 校长都是要流眼泪的 因为校长是为数不多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时代 仍然呢 就是有鸿骨之质的一个人 我就是要把威多利亚 做成最好的教育品牌 就是经历这么多磨难 我要把它给做起来 所以呢 我们依然要挣脱 这个尘所 就是说 我们要挣脱这些 绑住我们的枷锁 我们要飞翔 我们的心要飞翔 我们的梦想要飞翔 我们每天 要怀着一个 伟大的一个梦想 来生活 我们的生活 才会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要活着 就是为什么要 我要变优秀 我们变优秀的原因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优秀 能够成为 照亮别人的光和温暖 去照亮和温暖他人 我希望呢 我们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有这个生活 为什么要让孩子上好大学 我进了MIT 我看到MIT 那个他的整个大厅里的四句话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 MIT的墙上贴的四句话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什么呢 教育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教育这个研究 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创新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激情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 无论如何要把孩子 送到这样的学府里来 我让他们看到 让他们从一进这个门 就知道说 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要对这个世界 是有贡献的人 我要成为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而不是说 哎呀 我随便找个学校读读 然后呢 我自己能不能找份工作啊 赚个这个什么 小富家呢 不能的 我们这一代没有这种机会了 我们下一代又有这种机会 所以校长今天留给大家 最后一句话 就是为明天的世界 培养伟大的孩子 好吧 谢谢大家 校长又启动了 校长又启动了 大家这个如果同意 可以给这个 校长这个敲个一 举个手 如果您同意这句话 在你敲一的时候 你已经 make commitment 你已经告诉你自己说 我要为明天的世界 培养伟大的孩子 我的孩子 就是伟大的孩子 我一定 我一定 批心戴月 批精斩棘 我要把我的孩子 培养成 伟大的孩子 很多家长讲 对 我们对得起 他们叫我们这一生 饭和吗 好吧 谢谢大家 小长 这个一下子 今天不是我的主场 我一下子激动 大家可以扫一下二维吗 然后呢 进到滕小群 让老师做了一对一 那个老师也可以做一对一 或老师 好吧 大家也可以加一下下面的 两两小助手 然后呢 加入我们公学营 明天晚上呢 是我们的职场营 如果您周围有朋友要找工作 或者您自己要找工作 也可以听一下 白领职场营 校长 公学营我会讲的比较多 这个 大家这个都不愿意下线 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的 沈教授 那个 那个沈教授 您那个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讲 那我与先生问的一些问题 我给大家说一下 您简单说一下 谢谢大家 校长过来串了个场 希望呢 咱能够在一起 帮助孩子实现梦想 更高的舞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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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上 校长和你们站在一起 好吧 让我们下一代更加一项 好的 那教授您坐这 谢谢大家 校长先走了 下长去进别的直播间讲 来 续续一会儿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还这么耐心 一直到 快五点了 刚才 有的家长问 说我们的课程 实际上我们这两位老师呢 都可以上一些 IP跟AB的课程 大家要是这方面 有问题呢 可以问我们的班主人 毛利 就是这个群里面的啊 这些我们还有更多的老师 如果需要补一些单项 也都可以 无论是书理化呀 还是文科 甚至一些有艺术特长的 我们下周的题目呢 就要讲一些艺术特长方面的学生啊 怎么发挥特长 进入这些名校 尤其是音乐 绘画 或者是体育方面的 会重点台下这个题目 欢迎到时候 下周 下周日 7月5号 同一时间 咱们再会 好吧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大家再会 谢谢大家 拜拜